有没有人啊 救救我 今天没什么事情 去地里看看 哎 那怎么躺人呀 哎哎 这怎么了 怎么在我们村躺着呀 救救我 我爹躺饭了 你说什么 让我救你 我才不救你呢 万一你要饿着我怎么办呀 我不会饿你的 要不 给我一块糖 或者把我送进医院都可以 你行了吧 这边没监控什么的 你万一要饿着我了 我能拿你怎么办呀 我才不救你呢 这样吧 你帮我打个电话 给我家人打个电话也行 给你家人打电话 让你家人过来饿我呀 我现在没事干了 我干嘛要关这个闲事呀 你这去吧 什么人都有 什么玩意儿呀 你个死瘸子 你撞到我了 你看见没看见 你瞎了呀你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明明是你撞到我了 你不跟我道歉还说我 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啊 你个死瘸子 这人怎么还能动手呢 我推你怎么了 你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呀 推你一个死瘸子 你不打拳 你还吓呀你 你得气死我了你 什么人呀 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 大姐大姐 你这怎么了 姑娘你嫌也好 救救我吧 我滴血糖饭了 滴血糖饭了 嗯 那个大姐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去我家 我给你弄点吃的 嗯 那咱们走吧 你慢点 我家在这边 走 你慢点大姐 你不要抢 大姐 你先坐 哎 你再坐一会 我给你做点吃的 哎 谢谢你啊 大姐 你吃饱了没有 啊 我吃饱了 好多了 谢谢你啊姑娘 谢什么呀 你知道你 你这滴血糖饭了 你出门的时候 已经没带块糖什么的吗 没有 我今天早上走得急 没有吃饭 谁知道滴血糖饭了 原来是这样 以后出门 可要当心点 这记得一定要吃饭 我知道了 哎姑娘 这你家里就你一个人吗 是啊 我们家只有我自己 这我爸妈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出去打工去了 这些年也没有回来过 我跟我奶奶相依为命 这前些年啊 我奶奶也去世了 这家里啊 只有我一个人了 那你还挺可怜的 大姐 你就不要说我了 你呢 你是在这边工作的吗 我看着你不像本地的 我是来这边办点事情 哎 真没想到 手机跟钱包都丢了 原来是这样 哎大姐 以后出门可要小心点讲 是啊 你说今天滴血糖饭了 如果不是遇到你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 你别这样说 就算不是遇到我 换个别人 别人也会救你的 哎姑娘 真的是谢谢你了 哎 现在像你这种好心人 真的不多了 大姐 你就不要再这样说了 来来等我一会儿 大姐 嗯 你刚才不是说 你的钱还有手机弄丢了吗 我这里有三百块钱 你今天拿着 当做回家的路费吧 姑娘 真的是谢谢你了 你说咱俩都不认识 你不仅救了我 还愿意给我钱 当做路费啊 大姐 每个人啊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 但你遇到困难了 我知道了 你就不可能袖手旁观 我也只有这些钱了 你别嫌弃 你拿着吧 那好 你放心 这个钱 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 还什么呀 这个钱你就收着吧 我一定会还的 姑娘 你看 现在天色还早 我想趁着天还早 早点回去 这是应该的 你说你回到家都天黑了 父母也该担心了 早点回去吧 那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我先走了 我就不送你了大家 你不用送了 路上慢点 哎 你手机没事吧 那没事吧 你没长眼睛啊 我不是故意的 还不是故意的 还不是故意的 我说你全着个腿 你不能往边上走一点 还走路中间 实在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看看你的手机摔还没有 平坏了 还开不开机了 你说这怎么办吧 那这怎么办呀 要不我跟你去修一修吧 修什么修啊 我是他刚买几天的新手机 我不管 那赔我一个新的 赔新的 那你这手机多少钱啊 最新款的手机一万三呢 一万三 这么贵啊 强子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这我们家的条件你也知道 我没有那么多钱 没这么多钱 没这么多钱 没这么多钱就完了 我手机白摔了 看咱们是一个村的 我就给你少要一点 你赔我一万就行了 一万我也没有啊 你说 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 我平时也是只跟人家做些手工活 手里一分钱都没有 一分都没有 那你什么意思 不给了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能不能再还还 等我手里有钱的时候 我一点一点还给你 还不了 那我这手机坏了 别人找我联系了吗 联系啊 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赔我钱 你要是不赔的话 你就别想走 不 蒋子 我手里没钱 我什么朋友 没钱 没钱 你这个瘸子 长得还算漂亮 就是腿有点瘸了 哎 要不这样吧 我把你 嫁给咱们东东的那个 傻尊宝 嫁给了他 他给你点彩礼 这样你不有钱赔给我了吗 那怎么能嫌呢 强子 这他是个傻子 我怎么能嫁给你一个傻子呢 什么 你还嫌弃他上了 你也不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我不管 今天你要么赔我钱 要么 我带你去见那个傻子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去见那个最卯的 前段时间 我写讨论了 是那个姑娘帮了我 你说她压条也不好 还给了我几百块钱 我这次过来 专门感谢她的 你还不去是吧 别怪我动手了 你给我走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你啊 你干什么呢 你谁呀 稍换闲事 大姐 这个闲事我管定了 姑娘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会为什么拽你啊 大姐 是这样的 这我刚才从中不小心撞到她手机了 她说她的手机坏了 说得让我赔她一万块钱 我没有 她就让我嫁给傻子 什么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你让我看看什么手机她值一万块钱 我什么手机关你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了你懂吗 怎么 你想替她还钱啊 你不让我看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 我怎么赔你钱啊 我的最新款的手机 一万三千多买的呢 我看我们两个是一个村的 我得给她要了一万 是吗 那你让我看一下 如果真的值一万三 那这个钱我赔你 拿过来 你还说你们是一个村的 这不就是个手机模型吗 你在这里骗谁呢 什么手机模型啊 关你什么事啊 你说关我什么事啊 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啊 你这是敲诈 算你狠 哎 你别走啊 姑娘 你被她给骗了 如果今天不是遇到我 你就被她给讹了 大姐 今天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你这后果都不敢想 别谢我 你就是心情太善良了 哎 大姐 你这 怎么又回到我们这来了 啊 我今天来是专门感谢你的 谢什么呀 大姐 那都是一些小事 不值一提 你说什么呢 那怎么能算是小事呢 你说我滴血团犯了 如果不是你救了我 还给我钱 我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你对我来说 那是救命之恩 大姐 你这样一说就严重了 姑娘 你之前不是说 你在这个村里 也没什么亲人了吗 你看这些人 还老是欺负你 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别在这里待着 你跟我一起走 到大城市里去生活 我来照顾你 这什么东西呢 我要是跟你走了 这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你说什么呢 你对我来说是救命之恩 我报答你也是理所应当的呀 那 行了 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 到时候我在我公司 给你找一个轻松的工作 这样的话 你得有点事做 行吗 那行 你千麻烦呢大姐 不麻烦 那咱们走吧 回家收拾东西去 行 走 咱们 ому